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望海楼教堂呢 主要就是聊天主教 还有这个天津教案 就是发生在1871年的天津教案 它的前前后后 那么欢迎各位捧场 在这先行谢过了 谢谢各位 行了 咱说正文啊 那么随着这个乌克兰 他军队攻入了库尔斯克 距离现在已经过去 这有半个多月了吧 这有20天了 对吧 那么俄罗斯呢 看上去你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去解决 普京作为一个大帝 居然沦落到被乌克兰打进本土 这个大帝当年还说呢 说给我20年换一个强大的俄罗斯 现在不是20年了 现在24年过去了 美国总统都换了五位了 他当总统的时候呢 美国总统还是克林顿的 那现在俄罗斯不但这其他方面没有任何改观 就连平日最引以为傲的军事势力 现在也成了这德行 普京这个人呢 我觉得他可以说经历了两个阶段 这是第一阶段的是00年到08年 这是他第一次当总统 如果是他能积累永退的话 那么估计所有俄罗斯人民可能都会念他的好 但很可惜啊 历令之婚 在12年他第二次当总统 然后在这个任期里专门营造硬汉形象 对着其他国家重拳出击 终于在14年被整个西方制裁 到现在也被制裁成了这德行啊 当年在这个就任演讲的时候啊 就是说2000年啊 他就任演讲的时候 普京那时候就警告 说俄罗斯有沦为二三流国家的风险 而且信誓旦旦 豪情万丈的表示 给我20年换你个强大的俄罗斯 那个时候真的是俄罗斯的经济就是一团糟啊 只剩下军火和核武器库啊 他生产的那些工业产品真的卖不出价钱去 而且国内是 国内其实相比于说 他急需这个经济 急需这个货币 他更是急需商品 那个时候宝利好家伙 宝利的那些岛爷 用四伙车皮的那些什么 就是那些小商品 小玩具啊 就这些东西 用四伙车皮的这些玩意儿 换了四驾图154 你就想那个俄罗斯就是这样 他真的是需要一个强势的领导人 去整合这种混乱的局面 普京当时说的那话就说的非常有硬气 非常有担当 然后他的政策也是硬汉作风啊 叶利辛政府当年对车臣用兵打的一塌糊涂 直接暴露了俄罗斯军上的软肋 普京上台之后 铁腕镇压啊 对那个恐怖分子真是毫不手软啊 那人不说吗 说这个原谅他们是上帝的事 我们的任务就是送他们去见上帝嘛 在机场抓着就就在机场打死 在厕所抓着就淹死在马桶里啊 然后在战略地缘方面也是寸土不让啊 包括在格鲁吉亚 在乌克兰 在叙利亚啊 这都都是这个该出手时候就出手 毫不犹豫啊 文尊很一心即中 这些典型的硬汉作风 内政上他也是硬汉的 那个时候苏联解体之后 政府通过债转股计划 把俄罗斯的那些个金融啊 能源呢 这些东西 就是原来国有的资产都转移到了寡头手里了啊 像什么别列佐夫斯西 什么霍多尔科夫斯西啊 这些寡头都是当年什么福布斯排行网顶级富豪啊 叶利欣当年连任总统那个就职典礼上 七个寡头分作一排 场面位为壮观 普京上台之后呢 他就把这些寡头 叫进了克里姆林宫 对他们说 哎 这个 怎么和你们打交道 我觉得应该和其他人就不不一样 应该和其他人没啥区别 就我 我对待别人怎么样 我对待你们就怎么样 同时警告他们 你们要远离政治 不要去挑战 不要去批评 现在的政府啊 然后我呢是不会干预这个这个你你这个你这个业务或者是说重新把这个企业去国有化啊 只要你去远离政治离我远点啊 但是这个寡头呢都是当年也都是这显赫一时的人物嘛 所以他可能没领教过普京的恋啊 就想在政治领域上和他们去唱和他去唱对台戏 结果这也很明显 要么是金田玉 要么是流亡他乡啊 那么你要说 你这个任职期间啊 怎么评价这个政客 怎么评价这个领导人 他到底是功是过 那就看 你在任职期间你有没有让人吃饱饭呗 对吧 那有没有让人吃饱饭就是发展经济发展怎么样呗 你普京发展经济光靠说收拾寡头 光靠对外重钱出击 这很显然是没用的啊 他一个克格勃出来的 他对经济这方面的理解 就完全不及格 那或者说他从来就没考虑过经济 所以呢 他是依靠着世界石油价格的上涨 然后俄罗斯的经济才发展起来的 上阵第一年俄罗斯经济增长 GDP增长10%啊 一直到这个呃 08年08年金融危机之前 他这GDP年均增长6.9啊 远超世界的那个世界是不到5% 反正比这个世界高多了 所以那个时候关于俄罗斯的那个叫法 什么世界的上的十大经济体 金砖国家 这些头衔就相继接踵而至 俄罗斯的外汇储备也最高的时候达到了6000亿美元啊 世界第三 但是这个呢就是一个看上去很美的表象 他隐藏着一个事实 那就是俄罗斯这波经济的发展 跟普京个人的这种理财能力啊 各种开源节流的能力有多强 没有任何的关系 他就是靠着国际能源大幅上涨拉动的啊 那过去这20年里 全球范围内这种新一轮的科技革命 风起云涌啊 然后这种经济模式大量的去诞生 但是这些东西基本上就是和俄罗斯绝缘 普京上任之后 也想过摆脱作为能源 就是这种经济振兴计划 目的就是摆脱这种能源上的附庸 但没有见任何成效 俄罗斯的财政实际上是在这些年里边 越来越依赖石油和能源的出口 而且是逐步沦为了像沙特那样的能源供应国 跟那个奥巴马竞选的美国 竞选的那个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 他就曾经批判俄罗斯说他就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加入战 这话呢说起来可能是听着刻薄 但是也不是没有道理啊 那现在俄罗斯国内就这种出口的这个种植啊 也是啊 有八成都来自于能源部门 苏联时代的能源所占的出口比例 只占原来的 就是他苏联时代呀 他这种呃 卖能源啊 所所占的这种出口比例只占三分之一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 今天的俄罗斯连当年的当年的苏联都不如 普京你硬汉 但是你没有给俄罗斯的经济带来任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反而是加速了俄罗斯成为这种能源供应国的节奏啊 那么在外交方面呢 虽然说俄罗斯向来不重视外表外交 但是作为现代国家 其实外交能力就是一个国家水平的具体体现 在普京的上台之初 他的外交啊 俄罗斯的外交和美国呢 可以说是蜜月期 像01年9月份 小布什和普京见面三个月之后 然后美国就出现了911事件 啊 就是对于这恐怖主义开战 向中东啊 增加兵力 那么美国以反恐作为理由 出兵阿富汗的时候 普京那是公开支持这一行动的 而且他是亲自去说服中亚各国 帮着美国去打反恐战争 像什么乌兹别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 这些前苏联加盟国啊 就是也同意 让美军在这建军事基地了 这得清楚啊 就是从沙俄时代开始 这片地儿就是被俄国人当成自己的后花园了 这不可能让美国碰了 但是这个时候你看 美国美国军队居然是跑到俄罗斯后头驻军了 普京当时这一举动真的就和美国人 请俄国人到古巴部署核弹一样 不可思议 但是那个时候真的实实在在的出现了 然后也是这一时期 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那叫一个好 不但是经济往来比以前紧密多了 而且还有人提议说 让俄罗斯加入北约加入欧盟 那么这个小布什和普京两个人先是签过关于削减核武器的协议 普京又邀请小布什到自己那个老家圣彼得堡去玩啊 去参观东宫啊 对吧 参观什么那个东宫这个这个博物馆 你看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全是我大俄罗斯帝国从中国抢过来的 对吧 好看吧 哎 俩是私下聊的就特开心啊 那个时候这个小布什和普京能好到啥程度呢 就是 两国的领导人在那个联合国大会上讲话 然后讲完之后啊 小布什可能关于什么法国总统啊 德国总理啊 就是在联大总部见一面啊 简单聊聊就行了 然后单单邀请普京去自己的那个总统府 就是戴维营啊 度假营利 俩人真的就和老朋友一样 小布什亲自给普京开车 专属司机 这就 就是你根本就不像是两国总统是在会谈 这就是俩朋友俩哥们啊 但 这是很可惜啊 普京没抓住 就是没抓住这个这个机会啊 他没抓住这个机会 他自己呢 呃等于说一系列的他这种强硬外交吧 啊把这个人员一点点败坏了 那么败坏 从哪开始败坏呢 就也是从小布什这败坏的啊 那个 北京奥运会 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是开幕的时候 俩人又碰到一起了 然后就在这一天 哥路吉亚战争爆发了 从这件事开始以后 小布什就总说普京说这人特别冷血 然后打那之后呢 两个人的关系就不怎么交流了 不怎么交往了 那么两个国家也是关系迅速变差 直到现在啊 那其实以上我说的这些啊 甭管是哎他普京和西方啊 搞好关系啊 他重拳出击去打那些挂头 还是说他呃就是带带着俄罗斯去发展经济 当然那发展经济方式也是靠能源了 反正就是坐上这个时代列车啊 俄罗斯经济靠卖能源快速发展 就所有的所有这些 就是都是他在08年以前做出的事情 其实在他从00年到08年呢 这第一个任期里 除了说他这个执政末期的那个最后那个阶段 可能他做的那些事啊比较抽象以外 呃其他时候呢 无论是说依赖能源还是依赖其他啊 就是就是这些行为啊 都是给普京积攒了大量的人气 有人说呀 说这个普京入侵乌克兰 让他这个人最后说晚节不保 那其实呢 我认为 我认为不是这样 普京那个他这一生走的最臭的起 应该就是2011年啊 他还去参选总统 那你说他当年靠卖石油啊 让俄罗斯人均收入大增 然后06年出任什么那个G8峰会的主席国啊 07年时代杂志年度封面人物 本来这个总统的位子你都让给那什么梅德韦杰夫了 你就应该积留永退别再参选 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 那可能这个呃 就是现在2024年的时候 那可能你普京现在自己已经在游艇上了 被什么体操美女所簇拥包围 到时候余子将一人一块啊 最大的烦恼就是今天晚上 我到底喝法国香槟 还是喝国产的福德加 普京那个时候最大的痛苦 可能就是加拿大进口的这些海鲜呢 生蒙海鲜啊 我摄入过量导致痛风关节疼痛 那普里格金呢 他也会继续当这个大厨 在游艇的那个厨房里边煮红菜汤 戴着那种大厨师帽 这游艇啊 这是厨房里他不是热吗 所以呢 那个厨师帽啊 早就被他脑门的那个汗给浸透了 那浸透的时候 这普里格金这个人就会变得 呃 脾气非常大 所以呢 他就会对那个什么前来摧菜的那两个人大吼啊 说烧鱼谷 哥拉西莫夫 我他把汤勺拿去了 那同时还有很多其他人 很多无辜的人们 也会活着 嗯 布里亚特的那些蒙古牧民 他们现在可能还会在放羊 挤羊奶 乌克兰的那些农民 还会在黑土地上 种向日葵 他们可能过着没有美女 或者是鱼子匠的生活 但是 他们这种简简单单 平平淡淡的日常生活 也是无比珍贵的 可惜的是 刚才我说的全是设想 现在呢 他什么都没了 好了 关于这个普京在总统任上的第一个任期 2000年到08年的这个任期 咱们今天呢 就聊这么多 感谢各位的支持 谢谢各位